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定的这个快点 完了他身上的C4要被防守方给抢到的话 那就是知敌了 他们身上曾经有C4 我跟你说 他们用完了 才弄了两个 大家玩堵去了 知敌了 现在防守方有C4了 哇 他还打了这么多人 他直接自爆了 飞行员自爆了 他选择了自爆 本来就没有背进了 你以为有背进了 飞机在第一锅的进攻中就损失殆尽了 这个C4也是知敌了 这下麻烦了 红双的排击炮已经发下去了 红双的排击炮在发射 十二门排击炮的 但是他们现在很宁心啊 我们看单头上的防守方被淘汰养了 他们是在复制 复制这个陷阱的时候被炮烂击中了 好的 躺下的一半就开始登陆了 上完之后 我们看到他们把三艘船 横着摆当炎体 好的 他们要制造大量的烟雾 进行养护后续的登陆 这辆车也上来了 第三辆车也抵达 他们选择了中心点 后面也要登陆 好的 现在沙山上已经起了大量的烟雾 我们可以从水平面上 看见这个视角是这样子的 有一辆装甲车 往前到了一辆 塔太提琴 另外一辆装甲车 出军深入 他已经被贴了C4 他不知道吗 完了 这个飞行员的C4自敌了 C4要到了 这样装甲车就被G4给踢毁了 好的 防守方正在鼓弹 我们看防守方的机枪 机枪 正在维持 火力 他们 哇 机枪被消灭了 左侧的机枪手 被台机炮 震惊目标 机枪手 经过 反坦克手 来 刘青 上了两位枪手 现在第二道防线 有点高兴的意思啊 我们看 同方的进攻很猛烈 已经推到了第二道防线的中间点 这时候使用大量的机枪手来捕卫 和缴绕对方的装备来 巩固这个战线 比我们机枪手不多啊 防守方的机枪手 只有22个人左右 机枪 其他的都是双区 我们的进攻方又一辆装甲车冲入了第二道防线 直步第三道防线 我们看这个飞机到了大后方进行骚扰 我们这个蓝方仅有一门排击炮 现在火力资源也中断了 因为有骚扰的情况 第二道防线的中间 冲上来大量的进攻方队员 他们是要把这个第二道防线给撕碎 我们看机枪方有一个部分的 最原来也是叫双区啊 现在机枪方开始刷屏了 来看一下最低列的左手边 卡完就得立马卡到对方的装备 巩固整个战果 否则的话可能会被反推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机枪的物资 战线扩大之后 我们看双刀的打法就有更有这个 这个章法和这个战术性 就在左边机枪的同时 我们看到右手边也是 铺进了一辆装甲车 但是他们很快就被防守方给击毁了 这时候双方人数加起来还有64人 我们看一下大地图啊 那么进攻方这边的阵地上 还留有三名留守的队员 进行排击炮的火力资源 然后右手边的弹斗呢 已经推到了第二道防线 好 新一轮的装甲车开始 冲击第二道防线的左手边 左边的进攻 铺路起来的装甲车 极全冲锋啊 让防守方速不及防 防守方这个时候的火箭炮 可能是已经用完了 在前期不应该把所有的火箭弹都消耗完了 不应该拿火箭炮打的 因为对方的装甲车还没有完整使用完 这时候我们看到两名防守方队员 被装甲车给击倒了之后 立马被带走了 这时候第二道防线已经没有了 被装甲车 防守方打造的C4好像也没什么用了 听到C4了 我 听到C4了 哇 大栏都给炸碎了 防守方队 躲在哪里 躲在车里还是躲在哪里 被听出来了 哇 天 好